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不禁疑问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伴随的情绪,究竟是在释放内在积压的电荷能量,还是自己又强化了某些负荷强度? 在每一次事件发生时,不禁使人怀疑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是出了什么问题吗?是更糟了吗?还是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 每次只要是发生了某些事件、情绪时,我们对自己的怀疑就一再地浮现出来 事实上,每一次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某种程度的能量爆发 每当我们身心内的情感能量累积,积压到某个强度、浓度、密度时 就自然形成了在物质世界中可见的实相与事件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被爆发成型的实质事件时 我们对应、面对和保持的态度、看法、感觉与感受 往往已经有意识、无意识地决定了自己与事件接下来 未来的走向、方向与发展 我们对发生在周遭的事件、人事物 所保持的看法与态度 已经先决定,影响我们对这些人事物 接下来将再注入些什么样的能量、情感与震动 我们会自然反复地咀嚼自己在事件里 较强烈的情绪、想法、感觉与感受 此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又加注能量 在我们所对应发生的人事物里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因里面形成了果 因为这些对自己以及对周遭人事物 反复的看法、情绪、感觉与感受 已经不断地自然地形成事物 接下来的发展与结果 因此当我们开始了解、接受、允许与流动 每件事物的发生 都是在释放、爆发其背后分子、原子的情感能量振动 在每一次发生经历的事件中 感受其背后的情感能量振动是什么? 试着了解与感受这些事件背后的情感能量 想要自己了解、学习、平衡什么? 想要自己释放、流动些什么情感能量 又想要自己跨越、扩展、打开些什么生命的可能性 当我们开始聚焦、专注在事件背后 所要给予我们的学习、扩展、引领与意识 我们就已经重新在主导事件与接下来生命的走向 当我们过度地关注事件本身的好坏 以及其中的反应、看法与情绪时 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重蹈覆车事件的结果 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情绪、感觉与感受 不断在演出与决定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物的发展与结果 在生活中 稍微放松片刻 停下来 感受一下自己 感觉一下自己 种种种的发生与经历 是要让自己学习什么 平衡、扩展些什么 如此 已经在决定 影响与改变我们的未来了 感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